经过20个月的政改争拗 政改方案在立法会被否决 28票反对是一如所料 但只有8票赞成就出人意表了 原因是大部分的建制派议员 表决前离场 他们原本是想造成人数不足 拖延表决 但就出现脱漏 先由斯洛文讲一下表决一刻 以示听来发生了什么事 反对这个议案 支持意外 支持政改决议案 估得到每一票点头 估不到个结局 当第41位议员发言完毕 建制派有20多人未发言 包括谭耀宗、叶国谦和田北辰 他们在这里但没出声 原本以为会咬到下午 谁知中午就完了 三位官员逐一总结 这个时候 又见林建峰走过出去 又走进来 和谭耀宗、陈婉嫣谈了阵 表决中响到最后一分钟 主席我们可不可以要求休会15分钟 我们想再讨论一下 我已经宣布了付诸表决 表决中现在正在响中 所以我不能容许在这个时候 暂停会议 只剩30秒 叶国谦最先起身 其他建制派陆续跟大队 公联会出去了除了陈婉嫣 自由党五个都留下 林大辉和陈建峰出身 但听到这句 开始表决 坐下 我要求怎样法定人数 当时里面有37人 要多走三个才不够法定人数 刚刚走出门口的建制派 还未回忆 地书会议厅里面是否有足够法定人数 开始表决 表决结果 出席的议员37人 8人赞成 28人反对 议题未获得本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 多数赞成我宣布 议案被否决 政府推销了20个月的这个方案 最终只有8票支持 三位新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议员 林建峰、叶楼淑仪和李慧琼 全部没有投票 泛民27票 加上医学界梁家楼 就一票都没有走到 投了反对 有线连事记者萧乐文 建制派怎么解释呢 交给旺晓莹讲一下 当政改方案 只得8票赞成的记录 再入历史的一刻 离场的建制派议员 有些在门口看电视 第一个来解释的是 经文联林建峰 我想跟大家讲讲 刚刚发生的情况 迟了 迟了 发出来 刘皇发在表决后10分钟赶渡 建制派说就是为了等他 我们很希望为他争取多几分钟时间 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离开会议厅 如果在不足够的人数下 我们是有15分钟的休会时间 最可惜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几位建制派的同事 他就没有离开到议事厅 令到这么多位建制派的朋友 不能够投下赞成的一票 我都冲心向他们道歉 我自己身体美好 所以赶持了 我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 对不起 因为事情来得比较急 所以在通知上 联络上不太好 我自己也有责任 出了些少的甩漏 对于未能投票 我是感到很遗憾 自由党没有跟大队 我们没有理由 在会议记录在案的情况之下 我们五位不投在那里支持 这个政改方案的 而且这件事情 也都没有人预宣 跟我们打过任何招呼 或者有任何沟通 据了解 中联办打过电话给他们 赞他们留下投票做得好 其他三个有投票的 全部口径一致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我心里面就说我要投票 你有没有跟几个党友即时沟通 是没有时间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情 在这么关键的升一刻 我觉得我一定要先做了这个投票决定 才走出去 我不是沟通的问题 我都不知道是想做什么 就是为什么会走 中联办下午三点半 有个落了脸的七人车 洗了进去 经文联承认主动约见 中联办副主任解释 说对方表示理解 建制阵营中一直留在议事厅 还有勞联潘兆平 但他不单止没有投赞成 连出席制都没有按 他事后就解释 说当时见建制派同事 出出入入 当他意识到要投票的时候 已经过了表决时间 他们自己没有投票 表示失望 立法会主席周玉成说 事后才知道建制派议员集体离职 是为了让流氓化回来投票 而是规则不容许他在表决中 响起之后停止表决 假如他们是做一些 譬如还在发言的时候 他们要求暂停会 或者他们多几个人 起床说话 这样的话 不需要发生这样的事 我相信所有有关的议员 他们自己都要去反省 到底负有什么责任 我想以后他们自己来做判断 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 毫不怀疑建制派议员 希望落实普选的决心 又批评反对方案的28位议员 杀停香港的民主进程 陈耀宗报道 否决成为定局 梁振英和政改三民组 一起见记者 被连回追问 建制派离场 造成低支持票的结局 他们的一些决定和做法 他们已经解释了 我再说一次 我们应该肯定 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 和其他社会人士 他们在过去长时间以来 清晰地 坚定不移地 毫不含地 支持特区政府的方案 这方面的工作 没有任何个人的考虑 也没有考虑到 我本人在2017年是否参选这个问题 政府继续被追问责任的问题 梁振英都只是六次重复 肯定建制派的立场 离职归咎 是否决政改方案的28个议员 杀停民主进程 行政长官普选的目标落空 立法会普选的时间表 就更无从雪起 投反对票的议员 杀停了香港的民主进程 因此今天的投票结果 令我特区政府 和广大的香港市民 感到极度失望 梁振英说政改工作 已经用了20个月的时间 未来政府会集中精力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有线电视记者 陈耀宗报道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在表决前总结今次的政改工作 说对方案被否决 痛心失望 但她问心无愧 期望今日之后的香港 重新出发 施乐秋报道 过了这一天 政改三人组就会解散 即使专责小组的工作 并非十全十美 即使我们三人的表现 并非无懈可击 我可以昂首地地说 这20个月以来 律政司司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和我一直刻尽己职 对于这20个月的工作 我们问心无愧 当时还未表决 但他们已经预了结局 我因为政改方案将会被否决 而感到痛心失望 我无法预知 香港的民主发展 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上路 在今日之后 我们应该放下分歧 重新出发 香港是我们的家 我们仍需继续走下去 属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今天行人止步了 下届或未来一届的特区政府 和立法会 一定会吸取 今次政改的经验教训 发挥所罗门王的大智慧 为广大的市民推动落实普选 我宣布议案被否决 结局一元预期 到场打气的问责团队安慰司长 有时电视记者 斯洛秋 全国人大常委会 华务院港澳办 中联办以及外交部 分别发表声明 指责少数立法会议员 环顾支持 环顾坚持 和中央对抗的立场 阻挠肯政长官普选法案通过 令到香港的民主发展 进程止步不前 因为人大常委会决定 确定普选制度方向 和各项的法律原则 必须要在推动行政长官普选进程中 继续去贯设执行 由黄卫宇报导 在北京 外交部首先作出回应 坚定不移地推进香港民主发展 落实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贯立场 也是香港同胞的共同期待 中国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17年香港特区没有行政长官普选 这一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而人大常委会发言人 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小数议员 环顾坚持和中央对抗的立场 自广大香港市民 对普选的因切其盼于不顾 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极力阻撓行政长官普选法案通过 以至香港民主发展进程止步不前 充分暴露了他们为了一己私利 阻碍香港民主发展 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本质 发言人强调 人大常委会关于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 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 香港未来落实行政长官普选 依然必须以此作为宪制依据 它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 而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说 小数议员出于私利 否决普选法案阻碍香港民主发展进程 令到香港错失了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重要机遇 他们要为此承担历史责任 发言人说 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不宜地落实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继续坚定不宜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以及支持特别行政区依法循序漸进地发展民主 并最终达至普选目标 至于中联办负责人就说 重心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放下政治争论 刑心聚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有线电视记者黄卫瑜报道 泛民主派议员就表明 否决政改是新一波民主运动的开始 要求中央以及特区政府 尽快重启政改五报告 修复撕裂的社会 斯乐秋报道 一按完否决制 公民党汤家驾第一个离开会议厅 不属于范合会的黄毓民 陈慧业、陈志全、梁国雄都没有留下 剩下的22个 我要真逃选 反正逃逃逃 重启政策 他们说否决方案标志新一波民主运动的开始 我们呼吁中央和特区政府 应该尽早重启五报告 重启政改 我们要在现在撕裂的社会之中 去找出一个出路 历史是充满意外了 最后的结果进入市策 是得8票支持 他们又说在经济、民生方面 会敦促政府做好些 有线电视记者斯乐秋报道